可能就是因为网红的魅力 随便单真假的这些 网红穿材馆 麻6G 俩人590 你今天吃饭怎么看这么多 我刚从央视出来 化妆师给啪啪一喷 技术真高 四川辣味拼68 辣肠 它这个辣肠腌制的时间还可以 是没有那么腻 口条 出心 麻辣 咸 香 但是麻辣味特别淡 没有那么重 辣五块肉 蘸它那种干料 这个腊肉选的有点肥 所以吃的还是有点腻 69块钱 这个分量这个味道一般 宫保生蚝28一个 生蚝外边放一层糊 碎皮糊要味炸 整体的宫保味呢 酸度稍微过了点 甜度差了一些 盐味也差 本身就有点酸了 它的盐味又不够 就显得更酸了 生蚝还是比较新鲜的 没有任何的轻味 那宫保锅的生蚝是奇怪的 做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不奇怪 要做不好我觉得就有点奇怪 自贡酸菜姜团268 姜团是一个鱼的品种 我为什么要换筷子 比鱼片加不起来 就做的很失败了 鱼片上姜 上的可以 本身的新鲜程度也够 找找酸菜 这酸菜出完菜之后 我还真有点不敢吃 它这个酸菜的酸味 不是那么饿酸 不像是那种坑咽的 我来尝口汤 上面油我就不要了 它这汤味道还是比较浑厚 酸 咸 香 就比较柔和 不是很刺激 这道菜做的黑 但三百块钱就这个份量 反正 豆花肥肠88 咸 香 软 有肥肠 独有的脏气味 不是很大 这个肥肠汤的味道没有煮进去 这个豆花 这个倒是正经的豆花 不是用一个河豆腐 辣的那种豆花 确定是手工做的 而且把这个味儿吸得比较足 这个豆花肥肠 就是把那个酸菜 什么葱姜蒜泡椒 搁锅里拿一扒了 然后加上肥肠 加上汤 调一下味 然后把这豆花搁里边煮一下 行了就这么简单 蒜泥白肉48 看这个颜色啊 就比较新鲜 而且这儿你看有点粘连 为什么粘连 就是因为它煮完之后 没有晾凉就切了 这个证明是今天煮的肉 肉煮的火候是恰到好处的 这个肥肉部分呢 吃着还是微微的脆的感觉 这个和宜兵章所的比 肉的新鲜抽豆和煮的火候都差不多 宜兵章所那个肉片片 片子比较大一点 吃着更过瘾些 这个呢就是一个青春版 好 我们做个总结 其实呢我们俩人小了600块钱 全吃干净了 做得还可以 鱼做得不错啊 至于为什么能排这么长的队呢 可能就是因为网红的魅力